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中 公園 在微笑多肉 阿文的地址 訊息 都在上方 上方的這些資訊 大家都可以過去台中 看我們擺的市集 好 那我們注意看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大概 阿文這次市集是12月 30 31 跨年夜 跨年 跨年這一天 好 然後一樣會在台中 公園這邊擺 好 OK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次會帶的商品 我們這次會帶的商品 好 注意看 阿文會有那個 大家注意看 仙人掌區 我有那個 黑牡丹 黑牡丹變異 一些特殊的仙人掌 還有兜 我們的仰角砂梅 還有可愛的後面的一些景天 好 注意看 好 然後我們會看到這眼前 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那個 漁靈丸 卡爾梅納醉化 南風玉的景 OK OK 我們看到後面來 這邊 好 好 我們看到這邊來 這邊也有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石頭玉系列 單品種 還有多顆組 6顆 10顆組 好 都有 好 單品種 大家注意看 我們會帶毛漢泥 啊 墨小錐 好 光玉 勳章 等等 之類的 好 我們單品種 大家注意看 還有那個 吼 以前非常特殊的 拿鐵玉 呃 綠福來 都會有 好 OK 大家看過來這邊 好 我們的10顆組 跟6顆組 都在這邊 好 我們石頭玉其實是說 認真來講 是非常好養的 好 阿文 我們的石頭玉的話對不對 其實就是少水 好 兩個禮拜 好 澆一支水 即可 這樣子 好 接下來看過來這邊 好 現在就是說 鹿東 鹿東是什麼 好 我們的 多肉植物的成長季 好 大家注意看 然後那個 你會看到我們可愛的 魔幻水滴 好 一些群生的 好 景天 好 還有就是說 這一支進口的夜魔俠 醃織 等等 好 非常漂亮的植株 好 我們都帶過去 好 有一些都已經就是穩根很久了 好 也許是剛種沒多久 但是已經發根了 好 就不用去 好 有發根的這些問題去產生 這樣子 好 看過來這邊就是我們的百合系列 好 我們的百合系列對不對 就是說 會有很多的玉扇井 瘦 玉露的膠種 好 大家注意看 這是什麼 好 這是我們的那個鋼絲球 而且我們的鋼絲球裡面都是有帶 白斑 它是有帶井的喔 好 還有玄武玉扇 好 雞獸 好 我看過來這邊 好 一樣 好 這個是一樣就是單品種的石頭玉 有白的 有紅的都有 好 後面就是我們的天章啊 我們的一些就是說我們的吃心玫瑰井 好 還有非常可愛的就是說我們的 咖啡豆 還有我們的小辣椒 好 這些 小天章 好 可以拉過來這邊 好 這邊的話就是說 我們還會帶一顆 就帶一些就是比較老一點的 大顆一點點的 蜘蛛 還有就是說我們可愛的那個熊農子 好 也都會帶 OK 拉過來這邊 好 我們這次限定掌的系列就是說 會有帶一些就是 降階 但是說它們品種都是 非常特殊 因為現在呢我們會帶一些牡丹 花母 黑母 庫斯拉的膠種 還有庫斯拉 而且就是非常大顆 價格都非常非常的實惠 大家都可以去現場看這樣子 OK 我拉過來這邊 好 還有就是說我們可愛的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桃枝丸的群森 這個的話就是非常多葉子 非常可愛 大家都可以買來 就是說 都可以去那個 適應自己的環境 看可不可以種這些可愛的桃蛋 然後後面這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蛋白石的群森 也非常可愛 然後可以拉過來這裡 再來有什麼東西呢 一些就是說 好 之前老闆有說過 我們都會種一些就是 兩吋 我們兩吋的這些可愛的什麼 兩吋的這些可愛的就是 景天 用小顆的這樣子慢慢種 而且其實說它這樣子會很好塑形 還有就是說最近這個比較新的 是什麼 焦糖精靈 焦糖精靈 非常可愛 OK 我們拉到旁邊來 好 這邊是什麼 這邊就是說我們的一些就是 瑪格麗特 瑪格麗特菊 幻米爾玫瑰 好 先鋒派 一些就是說兩吋種起來非常可愛的 還有紅的非常可愛的就是 紅寶石群森 以後會有血斑的 拉菲爾 這樣子 好 看到這邊 還有就是說老闆的 非常帥的 達摩紫貓 還有就是說非常肥美的 馬卡龍天章 好 老闆都會帶一些就是說 月月 實惠的一些天章 好 一些實惠價格的 蜘蛛 都會帶過去 還有我們可愛的 王菲雷神 黃中斑 湯圓 非常漂亮的肥牡丹 可以拉到後面來 這一次的話一樣會帶就是 去台北擺的 有一些就是說 礦業的彈簧槽 茅葉的彈簧槽 鮑文彈簧槽 細葉的彈簧槽 實際型 還有就是說 老闆會帶很多顆 還有一顆是特殊班的 這個是冰山 還有 王菲雷神 黃中斑 大顆的 還有一些鹽龍 可以拉過來這邊 會有帶兔子類 還有桌降草 還有可愛的那個 肥牡丹柱 非常可愛 拉過來這邊 一樣會有帶那個 你看 注意看 這是草吉蘭 蘆蕙 還有我們的 可愛的那個兔子 群生的兔子 還有可愛的 這是什麼 這是快更型的 小雨傘 還有特殊的白蘿膜 呂千惠 刺青玫瑰錦 OK 拉過來這邊 還有很多的熊童子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仙女貝系列 碗葉白莓 還有就是說看到後方的一些景天 還有我們的法師 堂國法師 可以拉過來旁邊 這邊也非常可愛 就是說是我們的那個 這一次 的進的景天 都已經露盆 慢慢去斬根 浮盆 這個後面 這是什麼 我們的 夢露 群生 OK 就拉到這邊 大概看一個 大致上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說一樣 好 大家記得就是說 這禮拜的那個 微笑 微笑多肉 我們去那邊擺攤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下禮拜 下禮拜 在1月6號7號 一樣6日 我們會去台北建國 花式擺攤 去建國花式擺攤也是算那個 老闆的最後一次要去擺攤了 為什麼呢 1月6號 擺完之後 接下來就可能 接下來就沒有出攤 沒有擺攤了 最後一次在 老闆在台北擺攤 擺完之後 接下來可能就過完年 過完年之後 接下來就是看時間 可能接下來2月有可能沒有出攤 然後可能就會到 3月份 3月份才有可能 再跟 中北的 大家 所見面的 可能就沒有再出攤了 如果 臨時有攤 我們要出 出的話對不對 我們都會拍影片 或者是在粉絲團告知大家 OK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就是說大家 可以就是說 多多去逛逛市集 多多出來 多多網路上購買 都可以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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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